原标题 两天内四位中后委成院士 来源正知道 站稳高宇扬 27日中国工程院发布了新增院士名单 亿万富翁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加入外籍院士队伍引起关注 2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2017年增选院士名单 包括6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6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共有院士800人 外籍院士92人 四位中后部委员新当选两院院士 27日中国工程院发布的新增院士名单中 有两位十九届中央后部委员 分别是中石化总经理代后梁汉昆明理工大学校长彭兴辉 28日发布的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名单中 又出现了两位十九届中央后部委员 分别是浙江大学校长吴兆辉 以及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 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杨伟 至此 十九届中央后部委员中的两院院士新增四位 总体来说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两院院士增至二十九名 其中八位中央委员 二十一位中央后部委员 吴钊辉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 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又在浙江大学工作 从计算机系教师一步步到浙江大学校长 2015年3月起吴钊辉就任浙江大学校长 2017年4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另一名中央后部委员院士杨伟 是我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 他出生于1963年 兼二十和骁龙双左战斗教练机的设计都是出自他手 来自军队系统的院士们 28日2017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中科院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 主席白春里为新当选院士颁发院士证书并发表讲话 据中科院官网介绍 这次曾选工作从2017年1月1日启动 新当选的61名中科院院士中数学物理学部11人 化学部9人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3人 地学部1 0人 信息技术科学部6人 技术科学部12人 同时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54 1岁 最小年龄46岁 最大年龄67岁 60岁 含以下的占91 8% 新当选院士中有三名女性 分别是清华大学王晓云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授医研究所 陈华兰上海交通大学黄鹤凤 正知道微信IDApolitics 注意到中科院在发布的内容中强调说 本次增选工作专门成立了国防和国家安全特别推荐小组 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也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 这与前一天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增选结果中的内容一致 工程院提及说改进特别 提名工作将对特别提名候选人研究成果的密集要求由绝密集改为机密集为更多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优秀专家创造了提名和参选机会 就军队院士来说 近年来从军队系统入选的院士成增长趋势 在这次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中有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的辩修五 他的专业是医学病理学 在27日公布的工程院新增院士名单中 有七位来自军队系统的院士 分别是火箭军装备研究院第二研究所所长少将冯玉芳 海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震动与噪声研究所所长何林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深院院长王振国 空军装备研究院雷达与电子 对抗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大校刘永坚 国防科技大学科研部部长刘泽金 战略支援部队某研究所王沙飞 海军军医大学全军消化内科专科中心 主任全军消化并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赵深 重点关注一代一路沿线国家候选人 中科院2017年还新增外籍院士16人 据中科院官网中科院将外籍院士正式候选人名额 从2015年的14名提高到20名 经过全体院士投票选举 2017年共产生中科院外籍院士16人 新当选外籍院士来自8个国家 一人为双重国籍 其中美国9人 英国2人 俄罗斯 瑞典 波兰 日本 核兰 乌兹 乌兹 别克斯坦 各一人 波兰 荷兰 乌兹 别克斯坦 三国首次有科学家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公告中提及 在坚持外籍院士标准的前提下 中科院今年重点关注了一代一路沿线国家候选人 中科院外籍院士的国别分布更趋合理 在16位外籍院士中安德烈盖姆 安德烈盖姆 安德烈盖姆 又以安德烈海姆 和詹姆斯弗雷泽斯图帕 James Fraser Stouded 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安德烈海姆是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2004年 海姆和同事康斯坦 丁迪中成情门胀和酱油 中玻璃出只有一个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 石墨烯两人也因此共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石墨烯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薄 最坚硬的材料 拥有最大的比表面积可以被拉伸 并且在传导性和稳定性方面性能卓越 特别是具有非常高的热传导性和电传导性 一层石墨烯厚度只有0 3纳米 也就是说如果能用石墨烯取代纸张来印书 那要一本新华字典那样后的书就会有100亿页 另外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美国西北大学詹姆斯弗雷泽斯图帕特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中科院曾公布157人的验诗候选名单 当时39岁的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 女教授严宁位列其中 并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严宁曾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因此备受关注 今年5月严宁接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身奖学教授的职位 将赴美任职 朕知道微信IDApolitics注意到 严宁的名字已经从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教职员工的名单中 教师仅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出现 责任编辑张玉